好 這樣大氣就輕鬆了 因為大氣呢 在國中其實介紹的蠻詳細的 其實這邊都跟國中學的都非常非常像啦 好 所以我們就來思考一下老師 那大氣的結構那怎麼形成的 好 大家都知道老師 大氣可以分成什麼 來 大氣可以分成氣體 液體還有固體 好 那老師那氣體的分布呢 大家都聽過 氮氣8% 氧氣21% 老師你從國中學到高中 其實都是一樣的 比例不可能說 你從國中學到高中 忽然比例不一樣了 不可能嘛 老師 所以氣體比例是固定的 這沒問題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 它叫做所謂的固定成分 固定成分 好 就是老師 那是固定的比例 好 但是呢 這個固定比例呢 會讓各位有點小小的困惑 老師 什麼意思 那我們就來測試 各位對於固定的感覺啦 來 比如說老師 我們現在呢 我們飛飛飛飛飛 來 飛到了平流程中 來 我現在平流程中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比較濃厚的叫抽氧成棒 那我在抽氧成中 來抓一把空氣 請問此次 空氣中氮氣的比例多少 氧氣的比例多少 老師 聽起來抽氧成的 那不是應該抽氧很多嗎 那所以我應該抓起來的 比例會改變嗎 但各位不會 還是氮氣78% 氧氣還是21% 老師 什麼意思 你今天到抽氧成裡面 就像抽氧成 他講抽氧成 我們講抽氧成什麼意思 只是 抽氧濃度比較高 但是沒有說 比其他的還多的話 各位 抽氧濃度還是很稀 還是很稀薄 還是很稀薄 所以所謂的固定比例 則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到大氣層 所謂的平流程位置 我抓一把空氣 它當然是氮氣78% 氧氣21% 所以老師 那我在飛更高 飛更高 飛到中氣層呢 再抓大空氣 怎麼樣子 氮氣還是28% 氧氣還是21% 老師 那這樣就要所有的固定成分 所以你不管在哪一層 抓到的比例都一樣 老師 那這樣聽起來 我就覺得怪怪的 跟我同學的不大一樣耶 那可是我知道 在對流程我可以呼吸 我可以吸消氧氣 氧氣足夠 可是如果到大氣層上面的話 是不是會缺氧啊 對啊 那老師那這樣你剛講的 好像不大成立耶 來 這樣不會喔 各位 比例固定 跟數量多瓦是兩回事啊 來 聽懂嗎 比如說老師 我們在地表上 可能地表上 我們氧大氣可能是 大氣可能有 假設有1萬 有1萬 所以它裡面的比例呢 有21%是氧氣 有78%氮氣 但是可是我到高空大氣的時候呢 高空大氣的時候 可能數量變多少 數量可能剩100而已 所以氧氣21% 氮氣78% 還是一樣的比例啊 只是總共的數量卻在減少 好 所以你雖然說老師 氧氣的比例還是高 可是你到高空大氣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 你的氧氣的總含量變少了 所以你會無法吸入空氣 好 叫做所謂氧氣不足 氧氣不足 好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所謂的固定成分大氣呢 一般我們指哪裡 叫做所謂的低層大氣 還有中層大氣 比如說一般講哪裡 叫中氣層 平流層跟對流層 這三層基本上都是固定成分集體 好 叫做所謂固定成分 好 所以所謂的氮氣 氧氣 OK 雅氣跟什麼奶氣 好 是你們一般國中所學過的 固定成分比例 好 所以各位到高中開始 我們要來詳細的探討每一層的變化了 好 今天我們要來詳細的探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